在娱乐圈很多艳园都是从童星开始的 如今正是暑假 现在的小童星们是怎样过的呢 和头条号星族传说 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还记得小米月吗 一个人在飞机上吃饭 动手能力特别强 很会照顾自己和别人 小姑娘很精快很可爱 她也可以很fashion 素颜的她都这么美 暑假期间除了拍戏 刘楚田的暑假生活很丰富 轮滑度假运动 刘楚田有着一张肉嘟嘟的小脸 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只有六岁的她 与一众成人演员对戏也丝毫不怯场 大家都叫她小精怪 俏皮可爱的小美女 上个月上映的电影《路遥之马力》 她在里面饰演小时候的马依丽特别可爱 在片场的她特别好玩 很多演员都很喜欢她 她在剧组是大家的开心果 她可以很淑女也可以很汉子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小可爱们暑假在干什么呢 亲爷最近可潇洒了 到处回福斯坊 先是去剧组看妈妈 这几天在北京在妈妈的陪同下 去爸爸公司视察了 工作人员都很喜欢她 她一边吃东西 一边和工作人员玩耍 特别开心 小甜心越来越瘦了 不再那么汉子了 变得淑女了 甜心的小伙伴 奥利姐姐暑假在干嘛呢 原来在国外呢 在沙滩上玩耍 景色特别美 她玩得很开心 因为有着爸爸妈妈的陪伴 虽然奥利升级当姐姐了 但是爸爸妈妈一点都没有偏心 从没有减少对女儿的爱和陪伴 看父女俩笑得多开心啊 3 and 4 I'll go anywhere own ow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